蓝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油以开 这期视频跟蓝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上盆之后浇定根水 因为现在正是春天嘛,好多蓝友也开始翻盆 然后比较疑惑这个定根水应该怎么浇 很多蓝友说马上浇,还有说过几天浇的 这个是要根据我们用的是干质料还是湿质料 如果您用的是湿质料上盆 那么您可以间隔两三天以后再浇定根水都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您像我一样用干质料上盆 就这种干的质料上盆 那么我们种好之后第一时间马上把定根水浇得透透的 我们种好了之后放在那个厨房水龙头或者卫生间的水龙头下面 直接用水龙头浇也可以,用花洒浇也可以 就对着这一盆花 刚浇前两三秒钟 这个底下会流出来一点脏的坟墨 浇过两三秒钟就不会再有了 这个比如说有直进石啊什么的 它路上运输的时候会留下一点粉末 这样我们就对着一盆浇 不要这样 这样的话这个水流不够 要对着一盆浇 第一次浇定根水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就是为了把质料里面残留的粉末啊什么的 把它冲干净 不要让它附着在蓝根上 影响我们日后蓝根呼吸 我是想给蓝友们看一下 这个质料沥水性是非常好的 这样一直浇大概浇个十秒八秒的就可以了 十秒八秒之后我们就在这静置 静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再来浇一遍回头水 这个目的是什么啊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干质料上盆嘛 我们先把它浇透了之后 让它在这晕一会儿 大概过个一个小时之后 它这质料吃水吃得比较饱 然后我们再重新补一遍水 就是为了让这个质料更好的细胞水分 这样以后我们每次浇水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浇回头水了 第一次把水浇透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浇过定根水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兰花放在家里面 可以见到明亮散光 又不被太阳直射的地方 先阴阳个半个月左右 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 这个兰花刚上盆的第一件事情啊 是要让它浮盆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啊 就是静静静的等待 不要着急去施肥 也不要去弄它 就别碰它 让它自己啊 先浮盆 待到浮了盆之后 二十天左右 我们愿意给它一点长效的缓施肥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叶面肥 尤其是现在正式小牙的时候 适当的给一点肥 促进这个兰花啊 出的牙更壮 这些都是带大颗一口牙的 另外一个来 我们再啰嗦一句啊 就是分苗 这个时候分乾隆子母是最好的 这个牙已经完全开口了 看这牙多壮 四片叶都已经能看见了 这时候分苗 分出来的苗子 不会出的 出那种弱芽啊 不要在小芽的时候分苗 就是那个小芽很小的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切乾隆 往往会造成 我们这个乾隆 明明是一个纯仔强的乾隆苗啊 但是很容易出两片叶的弱苗 这个就是重点啊 这期的视频就跟来 我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再见